我的感情 我的家庭 這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背景就是這樣 我也不會去抱怨 身為他的兒子 我覺得很驕傲 不過我覺得現在 真的要走出我自己的人生 標籤其實都是別人貼給你的 我這一次去節目 我沒有刻意講我是誰 也沒有人問到 因為那個時代已經要結束了 還有一個人給我的私信是 他在看我的表演 然後他媽媽經過 我說那不是誰誰誰的兒子嗎 然後他就說那個他是誰這樣 就是他也沒聽過我的父親 所以他是因為我的表演才看到我 但要擺脫過去和刻板印象 對葛兆恩來說格外艱辛 身為巨星的兒子 他最初做什麼都成為批評焦點 連出第一首歌都被罵翻 高女風兒子葛兆恩 才十四歲就頂著老爸光環出擊 主打歌《冬天裡的第二把火》 挑起舞來被批太老氣 我做什麼都會被寫在報紙上 我出去逛街也會被寫 長輩發生什麼事我也會被寫在裡面 基本上寫我的報導都是跟事實很不一樣 你就會覺得報紙報導出來都是假的 但是沒有人會知道 你永遠沒有辦法解釋 解釋不了也排解不了 正值青春期的年紀 葛兆恩什麼委屈都往肚裡吞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因為一個評論就是很難過 然後就被他罵 他說你是表演者 你要嘛這樣子 你就不要出來表演 他可能會覺得 這是很習以為常的事 但是我不知道啊 我經歷過那樣子的時期 很痛苦 壓力很大 也沒有人懂你 不會有人明白 因為他們只覺得 喔那你生活過得這麼好 那你到底憑什麼 但是那是不一樣的 那個層面是不一樣的 你心裡的壓力 是跟你的生活 生活條件毫無關係 你是一隻火鳥 我一定是那火苗 把你燃燒 把你燃燒 沒有嘗試 那時候真的忍不住 就是那時候我爸已經生病了 然後我們一方面要照顧家人 一方面還要去面對外界的這些事情 就會覺得很殘忍 現在回去想對一個正要去面臨 從青春期然後人生轉變的一個小孩 那是很殘忍的 我覺得那時候要面臨的一個就是 你要嘛走歪 往不好的那條路去走 你要嘛只能很正面很正面 只有兩條極端的路 我也常常會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做什麼 是因為那時候我父親生病 然後陪伴他 所以我才提醒自己 我是家裡唯一的男生 葛兆恩知道必須堅強 強大的美光燈 彷彿他生命的聚光燈 他在最短時間被逼著快速長大 我碰到一個也是新二代 做得也蠻好的 我就說我真的很希望 不要面對那個時期 那他那時候講了一句話 其實我就懂 他說你如果不面對那個時候 那你就不會有現在的你 講白了一點就是 我如果沒有面對那些情況 我現在可能寫不了這些字句 寫不了這些歌 或者是我面對人 我可能不是這樣的狀態 現在的葛兆恩會演戲 愛唱歌也很會跳舞 但這些表演細胞其實不是靠老爸啟蒙 而是他國小時為了和同學一起表演 無意間看到Michael Jackson的影片 深深被吸引 我同學就說這個很難怎麼辦 我就說沒關係我去學 我就去找了舞蹈老師 你大概花了多久時間學會 花一天吧 那時候我就花一天我就學會 然後我就教大家 欸跳舞蠻好玩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愛上跳 我從小其實不太敢講話 就是不像我爸這麼的活潑 我記得我在家裡練舞 我們有一個鏡子 在餐廳 我都會趁家裡沒有人 或者是沒有人看的時候偷偷練 我爸也不知道 是直到有一次要上憲哥的節目 然後憲哥就問 欸兒子會不會表演 我爸就說他不會 他就唱唱爸爸的歌 我說沒有我會跳舞 對他說你會跳舞 我就說好你放 然後我就現場跳 我爸就傻眼了 我爸說為什麼你會跳舞 我就自己練練 就這樣有天賦的葛兆恩 開始了和高林峰一起巡演的日子 這對葛兆恩來說特別美好 因為爸爸是巨星 他從小已經很習慣 沒有爸爸陪伴的童年 因此可以參與著爸爸的世界 那是多棒的回憶 他到各個地方表演 他要去換衣服 他就拿我上去撐場 就是我可以幫他撐個20分鐘 我不會緊張 我就是愛 我就是很愛表演 那現在回想起來 那一段日子是最美的 一段時光 跟他飛到夏威夷 就我們兩個父子 我們走到沙灘上面 晚上去聽音樂 隔天彩排 彩排的時候我們一起想說 要講什麼笑話會逗 觀眾開心 飛到很多地方 各地 就我跟他 那段日子時你永遠不會忘記 不過我也覺得我靠對人了 真的嗎 因為如果我靠媽媽的話 欸 他真的不知道離開衝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永遠可以靠 這樣 他一直是一個身體很好的 他身體非常好 在他生命前 就你猜不出他年紀的人 他是很有活力 你會不知道說 哇 這段時間這麼快 老天爺就要把他拿走 你會以為他會一直陪伴你 到 20歲 30歲 結婚 生小孩 40歲 你會以為嗎 但是 現實永遠不會 跟著你的想法走 我的爸爸 高齡峰 已經安詳的離開了 非常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大家 爸爸跟我說 不能在他面前帶人類 包括現在 因為 他在我身邊 我相信 喔爸爸 為何你走地衝衝 來不及告訴我 來不及告訴我你 高齡峰離開時 葛兆恩只有16歲 如今六年過去了 葛兆恩少了青澀 更多的是成熟的模樣 不管是為家人扛在肩上的責任 還是想證明自己實力的衝勁 他把種種包袱踩在腳下 不斷前進著 從一開始出來 我不講出道好了 因為那也不算出道 就出來表演 就是會有人覺得 有光環在嘛 那個時候蠻多這樣子的言論 那到後來其實 我已經習慣了 再到現在 我很明確地知道 這些話 這些聲音 是這輩子都不會消失的 即便我父親已經離開了 都會有這些言論存在 包袱都是別人給的嘛 標籤 那看你怎麼面對 我覺得每一個人 會有走出自己不一樣的路 慢慢地做一些 我覺得有意義的事吧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 會對我怎麼想 跟怎麼改觀 因為我不能控制 我只能一直做我的音樂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想把我的故事 寫在我的歌裡 我想讓大家間接地去 瞭解我的人 不是報章雜誌寫得這麼的 輕浮或者這麼的表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 認識我的內心